演组 乐园 送给你的 谢谢 你不要再为 易辰老弟的食囊过了 其实男人在喜欢的 女人面前很可怜的 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有多么幼稚可笑 你说的不单是指 安大哥一个人吗 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了 其实 我比他幸运那么一点点 他是有意栽花花不开 我是无心插柳 柳成荫 少得意了你 在我心里啊 你可比安逸臣可恶好多 丑丫头 我知道你一贯口是心非 其实你是想说 我比安逸臣可爱得多是吧 好厚的脸皮啊 不过呢 其实 我原本一直以为你是一个 轻浮浅薄的小霸王 可是等到相处久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你也诚实可爱 热情幽默 见多识广 深藏不露 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疼 干什么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只想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被你比试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突然被你夸奖 我还有点不太习惯呢 你说的不会是反话吧 当然不是反话了 你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比如说热情 可爱 好学讲义气 还有呢 没了 还有很多啊 我带你去个地方 走 这些桃子是我用香辣做的 怎么样 我的手是不是很巧啊 挂这么多假桃子在上面干什么呀 这株桃树当初是我把它烧焦的 这株桃树当初是我把它烧焦的 还好我们两个一起用心把它救活了 这些桃子就代表我们之间结的果实 我还有惊喜呢 喜欢吗 喜欢吗 什么人 什么人 难道是那天夜里在魔王岭上绑架我的那帮黑衣人 别怕 还好我早就安排下了机关 你先过来 天女散花毒气弹 大家小心 花板有毒 走 花板没毒 追 去 去 去 快 快 川头 你快逃命 我拦住他们 那怎么行 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里不管呢 你别啰嗦了都什么时候了 我要是能活着 你必须嫁给我 我要是死了 你必须为我守孝三年才能改嫁 你不许乱说 快走 我 杀了他们 掉了 别管了 你 没路了 怎么办啊 你还笑 这下你就不用为我守孝三年了 我们就可以一起下黄泉了 反正只要你在这儿我什么都不怕 你真的不怕啊 好 那你跟我一起跳下去 好啊 真的 真的 那你抱紧我 闭上眼睛 不要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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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他们在哪里 哎 哎 你的手 去 小声点 他们还在上面 他们已经从这个世上 消失了 谢谢老天爷 多谢老天爷保佑我们顺利逃过了这一劫 你怎么知道 从上面跳下来会没事啊 你不是一直好奇 上一次我扮成你引开魔王 是怎么逃脱的吗 嗯 上一次在危急情况下 我抓住了一根山藤 跳下了悬崖 刚好落在这个洞口 侥幸保住了一条小命 一辰军 你怎么了 我好像闻到了我记忆中的那股香味 香味 我还以为 那只是我梦幻中的错觉 好香啊 你身上有好香的体香哎 你身上有好香的体香哎 奇怪 这股香味 是从哪里来的 一辰军 你怎么样了 这股香味 是从血液下瓶我手来的 找到这股香味 一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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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是喝醉了 你看你出了这么多汗 来 我帮你擦擦 我帮你擦一擦 看来 看来 乐颜真的就是一辰军 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梦中女孩 我帮我演你 你�军 你可是直深就要 我不想再走 你还是要再走 你啊 你自己会儿 你也会儿 不然你 得不喜欢你 你不要还 那你没有人 和尚武袭击我和安大哥 不是同一伯人 我也感觉到了 他们像是 训练有素的杀手 在魔王岭 好像没有那家厢房 能有这样的手下 可是 如果他们 不是魔王岭的炼香人家 那他们为什么要绑架我呀 我也想不到他们的意图 该不会是 他们的魔王看上你了 想娶你做魔王妃 都这种时候了 你还说些不正经的 傻丫头 你知不知道 刚才在危急关头 你身上的香味 越来越浓郁 连你衣服上的檀香 都盖不住了 好香啊 我这应该好好感谢老天 让我遇上你 因为你身上的味道 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美 什么是香 也让我找到了 调香的感觉 臭丫头 我真的要谢谢 因为有你 我的人生变得不同了 那你还叫我臭丫头 我就是喜欢 叫你臭丫头 一辈子都要叫你臭丫头 等明天早上回家过后 我就马上向你娘提亲 好 空气中怎么有一股 奇怪的味道 是是是 你们你们听见到这儿吗 传奇之后 不是 传奇之后 以为你 但是你 你找我 传奇之后 你找我 但是这是你 你都必须 对了 我看你 你都不准了 你都不要 你都不会 我怕你 我会不知道 你又会 你都不够了 multiply我 我还没了 我要杀死你 你疯了 你来真的 杀死你 志愿 小心一点 安大哥好像着了魔似的 你有没有带醒神香 醒神香 你给我走 我就知道 以宁志愿的心计 怎么会让心爱的女人去死呢 你要杀了我们两个 不 你们两个 只有一个能活 另一个必须死 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两个必须死一个 因为我想看看 这世上 真的会有生死与共的爱情吗 这有两个瓶子 其中一个是甘露 另外一个是毒药 你们两个选吧 选好以后 当场喝下去 乐颜 你先选吧 你鼻子那么灵 一定能选对的 爱一个人 无异于隐阵之可 你是要毒药般的爱情 还是要自己的命 你可得想好 欢儿 你帮娘选一选 这两厅 哪一个人 哪一个是香 好 你怎么了 好 我好像想起了一些事情 是在很久以前 我很小的时候 好像也有人 逼着我在两个瓶子里面 去选一个 还有我娘也在那里 可是那个娘 根本就不是我现在这个娘的样子 你别怕 这说不定只是一个幻觉 或是很多年前你做的一个噩梦而已 小三那里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废话 我数到十 如果你还不选的话 我就杀了你们 十 九 八 你不用数了 志愿 我跟乐颜已经想清楚了 要么一起活 要么一起死 绝对不会阴阳两哥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杀了我 二 放我们俩走 你自己选吧 你不选啊 你不选 那我们俩走了 走 一辰君 还愣着干什么 快杀了他们 杀了宁志远 安大哥 你要杀就杀我吧 你干吗 一辰君 快 你杀了乐颜 是他自己要死的 快杀了他 杀了他 你真的愿为志愿而死吗 我愿意 可是命都没了 还怎么去爱 人死了不可怕 只要爱还留着 就怕人还活着 爱却早就死了 动手吧 你们走吧 安大哥你醒了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 没想到 差点把你跟志愿给杀了 一辰君 你怎么能放了他们 你 你疯了 你是不是对我使用了催眠香 不说话就是承认了对不对 不错 我就是催眠了你 可我的催眠香 只能激发人心中已有的意念 如果你心中没有仇恨和嫉妒 你怎么可能被我催眠 我心里面是有嫉妒 我没有此刻怪你 但我现在已经醒了 我要带他们走 义辰君 你疯了 你不仅要救乐言 你还要救志愿 志愿是乐言的命 乐言是我的命 你有杀把我们全杀了吧 你 你用催眠香控制了安大哥 可是你自己有没有被催眠香给控制呢 你现在竟然要杀了安大哥 这种行为太不像平时的你了 惠子 重骨之人用骨祸害他人 有时候也会被自己所饲养的骨反噬 惠子 嫉妒世人的天性 我们应该用另一种爱 来压制这种天性 你跟义辰老弟 都迷途知返吧 你们会不会觉得 我跟他串通来演了这出戏 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跟你抢乐言了 从今以后 你要好好对他 爱护他 一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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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子 你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你让安逸臣杀了宁志愿 激化他们中国人之间的矛盾 乐言也会恨安逸臣 那安逸臣就是你的了 父亲 催眠术只能强化人心中已有的欲望 无法控制人心中的爱 父亲 这催眠香 你还是尽量少用为好 因为它不仅强化了我心中的恶念 也在强化你心中的欲望 现在 不仅那些中国人 连我这个亲生女儿 也被您当作达成目的的工具了 汤来了 爹 来 来 其实搬出来也好 反正咱们现在 是挑明了跟他们家干了 再住咱宁府也没什么用处 只要是你能够放下儿女情长 全心全意地报仇就行了 报仇 报仇 爹只想让我报仇 不知道我有多累 爹知道你现在累 可最近啊 到了关键时刻 你一定要想办法 突破那两个小鬼 我们报仇就指日可待了 怎么突破 你说怎么突破 给他们做家考工 还是把所有的罪名 推到你好天身上 到时候乐言 只会更加看不起我 我自己也会看不起我自己 你这个臭小子 说来说去还是乐言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爱一个人 不能让他爱你的话 那你还不如让他去恨你 总比在心里对你无所谓强 爹 你觉不觉得自己 越来越像宁浩天 你说什么你 你跟他当年的想法 有什么不一样 宁浩天当年为了娘 把我娘还有妹妹都杀了 怎会有这样的一关禽兽 竟然可以杀了自己心爱的人 你现在也快把你儿子 变成宁浩天 变成衣冠禽兽了 你放手 你敢这么跟你爹说话 别再逼我了 我真的好累 你知道乐言 为什么不喜欢我 现在喜欢宁浙远 我就是没有宁浙远这么磊落 为什么仇人的儿子 可以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男子汉 你的儿子 却要变成一个小人 你说说来说去 你就是不想为你娘和你妹妹报仇 是不是 仇我一定会报的 但是你别跟我说什么大事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谁叫你说 是我安秋生的儿子 你只要是我儿子一天 你就要去报仇 在暴露仇之前 你没资格讲什么尊严 也没资格去谈什么恋爱 是 义辰 来来来 来来来 你听爹说 爹问你 这宁浩天 他是不是魔王 你说 他是不是 是 对啊 他既然是魔王 我们把他抓起来 有什么不对 我们只不过是 在抓他的过程当中 用了一点 以恶制恶的方法而已 这有什么不好啊 我们早一天把他抓起来 那些少女 就早一天得到安全 这不对吗 你别忘了 你是个探长 这是你的责任啊 如果你心里能这样想问题 你是不是就踏实多了 义辰 你 花神娘娘 您可真可怜哪 你看 一过了春天播种的季节 连那些花笼都怠慢您了 连贡品都没有 不过您放心 我一回家 就叫我们府的下人 给您拿好多的贡品来 谢谢您保佑我们 每一次都能度过难关 谢谢谢谢 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啊 声音 对不起啊 我肚子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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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还真有什么声音啊 做什么意思 虎子饿了 你快来看 快 你看 夏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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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尘啊 别怕 你现在安全了 来 擦擦脸吧 来 夏成 妹妹 夏成 妹妹 夏成 我来了 妹妹是我呀 我是你哥哥 不要怕我 妹妹 怎么了 夏成 沈子 阿贵 可能是 她在魔王那儿受了刺激 所以她现在谁都不认识 那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妹妹 我是你哥哥呀 妹妹 阿贵 你现在别叫她 你这样是没用的 沈子 那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沈子 现在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再看看 你怎么就不认识我了呢 我是你哥哥 别碰了 夏成 看来夏成真的疯了 看来眼下就只有去找 怎么 你要去找安逸臣 安大哥他艺术高明 说不定他可以治好夏成呢 而且他是警察局的探长 夏成是所有魔王取亲暗中 唯一逃出来的少女 再说 这可能对破案 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我们不应该瞒着安大哥 我又没有说要瞒着他 你想去找就找呗 好像 哪里打翻了一瓶醋啊 你打翻的不是一瓶醋 而是一大痰醋 嘴上明明说不想再理那个人了 其实心里 你还是愿意相信他 行了 我知道 现在就人要紧嘛 虽然他骗过你 他也受了你师父的蛊惑 一直针对我们宁家 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自己 识人看人的本事 我相信一尘老弟本性绝对不坏 有度量 是个好爷们 你少给我戴高帽子 虽然我心里相信 他的本性绝对不坏 但是我也绝对相信 他是不会放弃 针对我们宁家的 这你放心 安大哥如果秉公办案 我一定会支持他的 但是如果他挟似报复 趁机来对你们宁家 搞阴谋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我就喜欢听你这么说 我就喜欢你向着我 安大哥 老爷 你找我 我跟志愿 已经找到夏禅了 夏禅不是被魔王取心了吗 已经逃出来了 不过他疯了 安大哥 我们知道你医术高明 所以不知道你能不能治好 夏禅的疯病 我一定会尽力的 只是你还会相信我吗 我跟志愿 都不知道该不该继续相信你 但是我们好像就在跟自己 打一个赌 希望这一次 你不会让我们失望 谢谢你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帮你们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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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啊 睡吧 睡吧 从脉象来看 他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惊吓过度 所以精神有些失诚 我帮他多扎了几针 给他开西安神药就没事了 谢谢你 安大哥 不用谢 我应该谢谢你们 你们还肯相信我 那现在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他 让他能够想起这段时间 他经历了些什么 他现在处于极度惊恐当中 不是已问他任何问题 等他醒过来之后 慢慢恢复神志了 再问他吧 开门哪 开门 开门 是大小姐和大姑爷啊 这大白天的干吗关着门啊 是这样的 老爷呢 去上海筹备万国相会了 临走的时候说 最近这外面不太平 事非太多 所以让把门关上 我听外面有人说 说那个魔王跟我们宁府有关 这个 大小姐也听说了 您说 这和我们宁府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审美 既然岳父大人不在 那咱们回去吧 不行 见不到我爹 至少应该让我见见我哥 大少爷也不在府上 他只是派人回来说呀 他最近在帮乐颜姑娘 照顾一个疯了的朋友 疯朋友 疯朋友 是 是谁啊 不知道 但是既然是乐颜姑娘的朋友 应该是个女子吧 我 要不我们去乐颜家看看 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我才不去呢 那种又脏又乱的乡下地方 谁爱去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 乐颜家里也着满了花 又干净又漂亮 再说了 你不是想见你大哥吗 你大哥就在那儿 见我哥也不用去乐颜家见啊 我看你是不想让我去见乐颜吧 对 我就是不想让你去见乐颜 你爹娘一直都遗憾 没能娶乐颜当成儿媳妇 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吗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你怎么还吃乐颜的醋啊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宣哥哥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不管我怎么吵怎么闹 你都不会怪我 你都会宠着我的 以前是以前 亏你还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出嫁重复这种恐训你都忘了 你看看现在我们文家 被你们宁家打压成什么样子了 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处理我的事啊 行了 别耍小脾气了 我就是去乐颜家看看 很快就回来了 好不好 你去找乐颜吧 我就不陪你一起去了 我去找惠子姐姐 不过我就给你半个时辰的时间啊 行 就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后我肯定过来接你 你自己注意点 照顾好她 不是 说过这是绑 Curiosity 若в总 乐颜 可不可以把夏禅交给我 我把他带回警局 这是最安全的 不行 你想要把夏禅 带回警察局 必须等他恢复了神志 说出魔王是谁 我不希望有人 借这个机会栽赃我爹 想恢复神志 需要很长的时间 如果他留在这里 除了他会有危险 乐颜也会有危险的 我们可以试一试催眠 让夏禅早日 说出魔王是谁 把魔王捉拿归案 催眠 被催眠的人 会在半梦半醒之中 进入自己的潜意识 然后诱导他 回到事发的现场 让他说出 他所看到的一切 想不到你还懂催眠术 那天你在魔王岭 被惠子催眠过后 居然丧失了李志 想要杀我和乐颜 足见催眠术的可怕 回去之后 我就发了我收藏的 各国书籍 终于让我找到了 有关催眠术的记载 你之前在日本学过催眠 我相信 你应该可以催眠下禅的 让我催眠下禅 你会放心吗 放心 催眠只能让人说出 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不能更改别人的记忆 看来你为了了解催眠术 的确下了很多功夫 我的嗅觉在刚刚恢复 眼下的形势又这么复杂 我必须要拼命地学习 没有人能够轻易打垮 我们宁家的 要打垮宁家并不容易 怕只怕自作孽不可活 你这句话说得好啊 自作孽不可活 希望我和我爹 你和你爹 大家一起共勉 怎么了 佩山 怎么心神不宁的 你不想让他去 宣哥哥去乐颜家了 他明明知道 我不想让他去 你宣哥哥去乐颜家 干什么呀 听说乐颜家里来了 一个失心疯的女孩 我哥这两天 一直在照看 宣哥哥一听就要赶过去 我本来不想让他去的 可是我不让他去了 又怕他生气 一个失心疯的女孩 要深度催眠 一定要使用独有的催眠香 这种催眠香在外面 是买不到的 一定要有惠子的催眠香 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找到夏禅的事 你们千万不要 向惠子提起 为什么 你怎么还防着他 你们俩不都在一张床上 睡过了吗 我说的是真的 他们两个孤男寡女 早就双醋双飞了 你再不给你自己 留点口德 小心我不理你了 宁芝云 是我行为不敦 你要把我当成好色之徒 我没话可说 安大哥 致丫头 安大哥 致远他这个人啊 虽然嘴巴上不饶人 其实心里面 他没有什么恶意的 你怎么知道 你不用安慰我了 我现在连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 还是不是好人 我娘他说过 有很多人 经常会徘徊于 善恶一念之间 但是只要你一心向善 所有的人 其实都可以做好人 谢谢你 但是我要提醒你们 一定要小心地防惠子 为什么 惠子姐 她虽然催眠过你 又蛊惑过你 来杀我和致远 但其实她不过 就是因为太爱你了 所以她和你一样 是被催眠香 激发出了内心 潜在的嫉妒而已 她是嫉妒 但她不仅仅是嫉妒而已 总之咱们中国人的事 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决定 不要让日本人插手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 没有催眠香 怎么催眠下馋啊 我们宁可多花时间等待 等它恢复神志 也不要让日本人插手 咱们中国人之间的孤独 或许 我可以试试看啊 我闻过那个催眠香的味道 说不定可以调制出来 可是 催眠香的成分这么复杂 香料的配比要求又高 你只是闻过就想配出来 有这个可能吗 调香呢 不单靠的是嗅觉 更多的时候啊 还要凭感觉 我跟惠子姐呢 调过好多次香 所以我对她的思路和手法 其实有一定的了解 再加上 我闻过那个催眠香的味道 所以应该可以调配得出来 对 我完全相信你 我们回家调香吧 家里香料多 安大哥 安大哥 那这里就麻烦你和我娘 来照看了 我们回去了 我真没想到 你和乐颜她 对不起 是我欺骗了她 辜负了她对我的信任 可是我看得出来 你对乐颜是真心的 你现在一定很痛苦吧 我想 你一定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谢谢您对我的体调 谢谢您对我的体谅 您不知道 其实我身上 真的背负了很多债 我已经 算了吧 我现在 真的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乐颜 她可以找到真正的幸福 你 你 既然你跟乐颜 已经不可能了 你愿不愿意 让我做个干娘 好 不用了 不用了 好 好孩子 现在你跟乐颜 已经是兄妹了 你们两个 可都要好好的 我想你保证 一定会让她好好的 但是恐怕我 以后就难有善报了 为什么 你是不是有什么 难言之语 你告诉娘 让我帮你想想办法 现在什么人 都帮不了我的 现在 只要不再牵连 其他人就可以了 乐颜 乐颜姑娘 乐颜姑娘 谁呀 安大夫 原来是你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大哥 在这儿照顾一位 疯了的朋友 所以我想过来探望他吧 是 他受了刺激 身知不清 所有人都不认识了 什么有用的信息 都问不到了